回去转告老公 慢慢就能改变 你老公手小 手大还行 像我这手小的就完了 再大他能大哪去 他不比我大一号 这是只是您说的肉的量 不包括其他蛋白质来源 刚才您还说 最好有其他的蛋白质来源 没错 还要吃一个鸡蛋 还要其他的 包括像奶类 豆制品 马上来考韩威 肉的量一天吃多少 来 复述一下吧 刚才余老师不是讲的吗 就是说把手掌举起来 然后手掌的大小 然后薄厚 就这么大一块肉 然后最好就是一天的量 就是一天最多 不能超过手掌大小 这么多 否则就要超标了 这会不会影响 你们家以后的食谱的调整 尽量吧 吃肉的秘卷咱们掌握了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蔬菜的事 咱们从网络上 搜集到的一些有趣的 关于吃蔬菜的这么一些事 咱们看一看 在微博中搜索不爱吃蔬菜 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可不少 有人说因为不爱吃菜 成了年纪轻轻就三高的奇葩 有人说好几天不大便了 还有小朋友不爱吃菜 大便干燥的 最有趣的是一位加拿大的父亲 为了让小儿子吃蔬菜 费尽心思把蔬菜做成了卡通人物 您的蔬菜吃够了吗 我感觉我的一天蔬菜量是够的 因为啥 我比较能吃又能吃菜的 我的一天吃菜量比较少一点 时间少一点的 感觉就不弱了 顺口能多多吃点 不顺口能少吃一点 我感觉没有量化 是吧 都说我感觉好了 我多吃点 大多数这样 或者今天有时间了 我就多吃一点 没时间了 我就怎么怎么样 甚至还有不吃的 蔬菜一天应该吃多少呢 但是看一看美国人 他们是怎么来分担蔬菜的量 我妈安排得到 因为你只要是 我妈安排得到 我妈安排得到